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一些这种全球统一的这样的节日 比如说圣诞 新年 这个就是全世界统一的要庆祝的节日了 那么在越南体验这种新年跨年倒数 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越南是摩托车的大国 整个摩托大军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每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 所有家里摩托车的人 全都骑着车 清朝出动 在这个大街小巷上 往这个中央的广场上去骑行 往这走 一起涌向广场 那么直到车辆完全堵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瞬间 车就像结冰了一样 从这个中心的区域往外慢慢的扩散 就慢慢的凝固了 那么所有的人呢 也都不骄不躁的 索性就站到摩托车上了 等着这个新年到来的烟花的表演 越南呢 最近这十年啊 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尤其是胡志明 包括这个胡志明城里的这个区域 真的是就是 他从国际的同步接轨 是非常的到位的 那么很多的新鲜事物 也非常国际化 在今年的庆典当中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 都到达这个胡志明的 这个人民委员会 对面的打工厂上 那听着音乐 非常嗨啊 一起等待着2018的到来 如果你呢 不想站在这个人几人的这些场所呢 我们也可以去很多的楼顶上的 sky bar上 从高处也可以看到胡志明的 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风光 当然了 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更多的这个接触啊 参与到很多国家当地的一些节日庆典当中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难得的 能够了解当地的人文风俗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不知道你今年呢 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 当然了 我还是要在这提醒很多这个爱玩的朋友 这种环境啊 尤其是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呢 人员流动的非常的复杂 所以的话 在我们享受节日庆典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一定要注意周边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 防止这个一些不好事情的发生啊 那就是今天是我们说的这个越南跨年的经历 非常有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